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红编辑部的节目 昨天有报道传出 中国的电动车生产商比亚迪 和德国的租车公司Zext 获得一张大单 这张大单对比亚迪来说 都可以说是一支强心针 不过这样 德国的传媒对此大肆评计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向编辑部蒸香煲和浪费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当中 这家德国的租车公司Zext 就从比亚迪订购了10万部 BYD ETO3的电动车 预计交货日期就会在2028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 德国作为汽车生产大国 现在竟然有德国的租车公司向中国的电动车生产商 比亚迪 购买10万架的电动车 对比亚迪来说 都可以说是相当大的肯定 目前BYD ETO3 这只车的型号在全球都获得一致好评 尤其是这只BYD ETO3型号这只车 都可以说得上是便宜的 正因为这样 在世界各地的需求越来越高 见到这么好卖 在上个月比亚迪也都将这只车的售价提升了15% 另外比亚迪在9月份也创出了销售新高 在9月份比亚迪卖出了94,941架电动车 成绩真是非常之好 不过这样 当这家德国造车公司向比亚迪大量采购电动车的消息传出后 在德国各大媒体当中包括德国的图片铺 南德意志报等等 都对德国现在恐怕非常之依赖中国的汽车生产 竟然由一个汽车生产大国转变成向外采购 这种行为简直是违背德国的利益 以及我们西方的价值观 除了过往来说要依赖俄罗斯廉价的能源 现在更加要依赖巨大的中国市场 连汽车成品都直接向中国采购 有人就质问 这种过往行之有效的供应链模式 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呢 并且质疑 中国的汽车虽然便宜 但是没有我们德国的汽车那么安全 为什么还要向中国购买呢 当中图片部就这样报道 这家德国租车公司 Six 采购了10万架比亚迪的电动车 这种行为是完完全全损害了我们德国的利益 这一笔不是一宗普通的生意 其实是中国向德国的政治影响力的投射 而这家德国租车公司有这个决定 远远寸寸是违反我们德国 违反我们西方 同时也是违反了我们的价值观 因为你向比亚迪买这么大量的汽车 其实就是间接支持中国政府打压香港 威胁台湾 以及违反民主和人权 还有 也是间接支持了中国和俄国之间的专制政权 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听到 都觉得有点差异 一单纯粹的商业活动 是 没错 10万架车这个成交的确实是非常大的单纸 但其实对比亚迪来说 我刚才提及过了 比亚迪在9月份单日在9月份 一个月里面就已经卖出了9万架车 而这里的10万架车 相对来说都只不过是一个月多一点的销售数量 对比亚迪来说 并且 利涨单 是滩长度去到2028年 因为你要生产这些车 都要时间的嘛 就算你现在 想订购一部 比亚迪的 Etole 3的 电动车 一般你都需要等几个月才能够到手的 你在香港买或者在国内买 就会快点的 但是在我们海外买是要几个月时间的 因为生产一部车都要 成本都要时间的嘛 是不是 但是这样 一单纯粹的买卖 就说成这个是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投射 并且 将之 比喻为 支持 中国或者俄罗斯 成为这个的专制 政权 这个我觉得真是 夸张到不得了了 如果这种理论是成立的话 那倒不如就说 中国过往也都非常支持你德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是不是 因为中国 过往来说 也都大量购买 你们德国产的车 就算到今时今日 也都有大量德国的汽车出口到中国的 这种一般的商业买卖 又有没有中国的媒体 描绘成 中国人卖国呢 中国人支持德国专政呢 当然没有啦 但是反之 德国就竟然有一些的媒体 去这样批评一个 那么纯粹 那么普通的一种的商业 贸易 而这种行为呢 很明显的就是 纯粹的偏见 而这份报纸的总片呢 也是这样批评的 中国是针对着我们 针对着德国 针对着所有德国人的利益 中国人呢 一点一点的收购我们的企业 越来越多地对我们的做法指手或脚 他们曾经连续多年照搬我们的技术 掠夺了我们的知识产权 正是这种原因呢 造车公司Sith的决定 是违背了德国的利益的 这位总片呢 我觉得非常可笑的 中国和德国做生意 有时是需要 大家交换一下一些技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在中国设厂 但是如果你就要 收拾自己的技术 那么中国的厂又怎样能够 帮到你德国人生产呢 第二就是 收购企业呢 就不是单向的 是商向的 有德国公司 也都有收购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企业也都会 可以收购德国的公司 这种行为 是不是针对德国呢 如果是的话呢 那么德国向在中国设厂 又是不是针对中国呢 可以见得到 这种逻辑呢 你是调不回来 做比较的 还有他也都说到 中国向德国指手画脚 喂 那么德国在中国设厂 是不是向中国人指手画脚呢 当然就不是啦 所以 德国的媒体的总编 竟然可以写出这种无契的说话 我自己就觉得真是可笑自极 除此之外 他是跟着这样说的 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暂时未感到这一点 其实呢 中国目前所做一切都只是为了发动经济战 现在了 德国造车公司 Six 已经成为中国的代理人 这一切是毫无必要的 因为这些电动车 会陆陆续续在2028年 才交付使用 到时 德国的车企 也都 应该能够达到足够的产能的 但是 Six 很显然 对德国的未来 不敢兴趣 这间公司只是挂着做 一笔划算的生意 至于其真正的高昂的成本 就要我们大家一起对他负担了 他在这一段 我认为这位总片说的东西 也是非常无契的 一家造车公司 做生意就自自然计算成本的 德国的汽车售价 普遍来说 都比中国汽车贵的 计下条数 和要能够提供到 相应的服务的话 他们选择购买中国产的汽车 我认为只是一个 纯粹的商业考虑 有哪个人做生意 不会计算成本 只得 不计成本 来到做生意的 告诉你 你都说我骗你了 另外 如果买10万架 中国产的汽车 就代表着 成为中国的代理人 要能够成为中国的代理人 中国人的成本 看来都是 几年价 还有 这是你 德国人的自己选择 这些纯粹是德国 你们自己的决定 而且是一个 纯粹的商业决定 商业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 就应该留在 商业里面 如果 这家造车公司 拒绝 选择 德国产的汽车 当中 是不是德国产的汽车 在质量上 在价钱上 那个竞争力 是不是不够呢 这一点 我反而更加认为 德国是需要 深思的 为什么呢 走到今时今日 一个 大家众所周知的 汽车 大国 出现如此的转变呢 如果经常将 这些自身的责任 往往是乱在其他人的身上 或者以一些政治理由 来到去抵赖的话 那反而 只会令到自己更加退步 为什么 德国产的汽车 往往的销售价格 都会较为贵呢 有一样东西 我相信 都是 非常之有关联的 当中 《南德意志报》 就特别提过 德国经济的成功模式 现在就已经陷入危险了 由于 现在 所出现的能源危机 已经引致成为一个经济危机 并且是动摇着德国工业化的根基 当中 德国的经济在工业上的占比 是达到18% 这个比例是远高于英国、法国和美国 等等的西方盟友 相比服务业、工业 就提供得更加多的高薪就业崗位 但是 德国过往的工业 是非常之依赖廉价的 能源供应的 但是由于 俄乌战争的关系 引发这个能源危机 已经对德国的经济 造成出严重的伤害了 很多工厂也都被逼迁迁离德国 有些 就搬到美国等等的能源价格 较为稳定的国家的 然而 对于 一个出口导向的德国经济来说 现在的政治环境已经出现了剧变了 在今年2月前 一般人就深信贸易有助于和平 和非民主国家做生意 或者进行产业链的结合 是不会造成什么损害的 早在1970年 西德政府就和苏联签署了天然气供应协议 并且一直是当做一个例子 来证明经济的依赖性 是可以被用作实现军事目标的杠杆 现在 中国共产党的专政 已经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和中国的贸易规模 已经超过美国 河南 法国 假如 习近平决定攻打台湾的话 对德国企业 是会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里就真的要再停一停 这个假设 我认为都是非常无契的 甚至乎有美国的情报官员 都向媒体反映出 中国在短期内都说无意 要武力统一台湾 只要 美国不做出一些 非常出格的行为 对台湾来说 根本就不会有 什么影响的 只不过这样 很多时候 台湾就会 成为 美国的棋子 往往 做出一些政治上的炒作 现在这种政治的炒作 是很可能影响着 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当这个贸易关系 打破了的时候 德国还能否找到 一些能够代替到中国这个市场呢? 担安是显然而建的 德国企业如果缺乏来自中国的生产规模 或的产品在成本上 就会大幅攀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德国经济恐怕是会受到进一步的打击的 而这篇文章的最后 也都特别指出 德国就切物依赖单一的能源供应方 更加不应该 依赖一些廉价的供应生产 今后呢 也都可以预见 天然气是会十分昂贵 但是昂贵总比不安全好 而且 也都必须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依赖 在新冠疫情已经表明 药品工业用的零件 甚至口罩这些小商品 一旦断科是很可以很危险的 至少德国经济这一部分 就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我自己认为 德国要做出一些改变 去有一个后备的计划 都未尝为好事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和中国过往很好的合作要切断的话 对德国的经济又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以一些政治理由 而要去拒绝和中国继续供应链上的合作的话 我认为 就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 再加上 目前德国面对昂贵的能源供应这个问题 如果还想要切断和中国之间的供应链的话 我相信 对德国的经济就无疑造成非常之严重的打击 在这里我很想质疑的就是 究竟 这种想法的人 是不是真的为他们自己国家 德国着想的呢? 对此我有很大的疑问 好了 今节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